很多新手养绿螺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绿螺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投降的加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绿螺是一种深受大家喜爱的绿植 就在于它的叶片宽大肥厚 让人感觉生机勃勃 而且它还具有净化空气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养它 但很多人由于不了解它的习性 很容易养出黄叶落叶 甚至没养到一年就把它养死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介绍绿螺这种植物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绿螺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绿螺的盆栽 那么来讲解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绿螺它是洗洋植物还是洗阴植物呢 在这里我们家庭养花 你不要想当然的 对于新手花友来说 你就把它扔到阳台上去养 绿螺是不能够在阳台上长期曝晒的 尤其是盛夏季节的烈日 哪怕晒一天都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黄叶 所以我们养绿螺 原则上来说养到室内就可以了 它是一种非常洗阴和耐阴的植物 所以可以养到室内 那是不是说它可以把它养到卫生间里行不行呢 那卫生间里一点光照都没有 我告诉大家也是不行的 你在卫生间这种没有任何光照的环境下 你长期养下去你就会发现 它的叶片会一天比一天变黄 而且呢容易落叶 越养越稀疏 而不会越养越茂盛 因为它并不是说一点光照都不需要 它还是需要光照的 它比较喜欢温暖柔和的散射光线 这种散射光线很适合它 什么叫散射光呢 是指的阳光从玻璃或从窗户射进来之后 先晒到墙壁上 射到墙壁上之后 经过墙壁的慢反射再撒到它的叶片上 这种环境就可以 所以你基本上在家里 只要稍微的离窗户近一点点 但是呢不要有直射光 能够照到它的位置都是OK的 所以绿螺基本上可以说 除了没有任何光线的位置 你想摆哪里摆哪里 有一点散射光都OK 所以光照对于绿螺来说 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一点在家庭养活来说 是非常优秀的特性 那我们来说绿螺的浇水技巧 那绿螺啊 我们首先了解它的习性 这种植物的习性就是 它天生抗旱的能力很强 什么叫抗旱 就是我哪怕不给它浇水 忘记浇水 你过几天它都不会死掉 明白吗 它不会死 你给它浇水它又活过来了 这就是说它的抗旱性很好 但是反过来 它的抗烙的能力就很差 就是这个植物呢 你不能说长期浇太多的水泡着它 否则很容易浪根死苗的 因此啊 我们在家庭用土去种绿螺的时候 你浇水有一个原则 叫做宁少物多 我情愿少浇一点水 你也不要一次大量浇水 或者反复多次浇水 否则很容易浪根死苗 我见过的养绿螺的花 有把它养死掉的啊 就你绿螺都能养死 我们都知道它很好养 但你如果把绿螺都能养死掉 我见过的基本上99% 都是浇水浇多了 给浇死的 不是干死的 这种花很难干死 懂了吧 有很多花友见过 他把这个绿螺放在装修房里 一放放半个月 放一个月 回来看它还没死 没浇水都没死掉 懂不懂 所以这个花非常抗旱 但是不抗烙 所以你不能大量反复浇水泡着它 这个时候一定有花友会站出来说 一木 你错了 你讲的不对 我家里的绿螺耶 我都把它泡到水里养 它种的好好的 怎么可能会浇水浇死它呢 一看你就不懂 好 那我来指出这个花友的这个问题啊 绿螺呢 是确实可以种到水里的 但是呢 种到水里的绿螺 我们把它称作水培绿螺 水培绿螺啊 它长出的根系呢 叫做水生根 水生根是具备在水下呼吸的能力的 所以水培的绿螺 你可以长期种到水里 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你跟椰木一样是土培绿螺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土培绿螺长到土里的时候 长出的根叫做土生根 土生根是不具备在水下呼吸的能力 听到我说的意思吧 所以你土培的绿螺是绝对不可以长期把它泡到水里去的 否则一泡就烂 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所以这种土培绿螺我们在家庭养护的时候 你不能当水培绿螺来养 所以这是绿螺两种不同的形态 理解吧 所以我才说你给绿螺浇水要宁少物多 不要给它浇过多的水 那具体到每天我们养绿螺怎么给它浇水呢 不要去记卖花的人浇你什么三天一次五天一次两天一次 这都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春天夏天很炎热 这个土可能两三天干了 你三天浇水没问题 但是冬天呢 冬天有时候这个土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干 如果你还记三天浇水死记硬背 一下就浪根了 懂了吗 所以我们干脆放弃去记忆几天浇水 而要采用观察它土壤的状态来浇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每次给绿螺浇水之前 你用你的眼睛看下它的土 再用手摸一下它的土 如果你一摸感觉土壤是湿漉漉的状态 非常潮湿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都不用浇水 理解吧 哪怕冬天你隔了一个月你去摸它的土还是湿的 那我一个月都不浇 你放心它绝对干不死 懂了吗 一定要控制住双手不能浇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很简单 我用手一摸 土壤非常干燥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给它浇水了 懂不懂 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永远都不会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我们每次浇水都是确保它在比较缺水的情况下浇的 因为我摸了土的 理解了吧 所以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就长期符合它生长的习性 你的绿螺就越养越好 不会浪根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绿螺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绿螺用什么土养呢 土培绿螺的时候你就要注意 它尽可能要选择疏松透气的营养土来栽培 因为营养土是人工配置的土壤 不仅疏松透气肥沃 而且除菌除虫 而且很轻便 家庭养护起来管理难度更小 所以我们能用营养土种 尽可能用营养土去种绿螺 明白吗 第一个是这是土壤的要求 那绿螺除了对土壤的土质有要求 它还对土壤的酸碱度有要求 很多人都不知道 绿螺实际上是一种洗酸花 惧怕碱性的土壤 如果你把绿螺长期种到碱性很大的土壤里呢 它很容易出问题的 尤其是北方花有家里的土壤碱性很重 因为它们的自来水碱性是比较重的 就比南方的花有自来水碱性更重 你长期用这种自来水很碱的花 很碱的这个水去浇花 你的土壤就一天比一天变碱性 所以北方花有它的水啊 自来水表面都会形成一层白霜 就是土壤浇完之后一层白霜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土壤已经出现了反碱的现象 证明土壤的碱性都已经饱和掉了 如果你把绿螺长期种到这种土壤里 它就会出现大面积黄叶 生长速度缓慢的现象 越长越差 所以我们在家庭养护一定要学会调酸 尤其是北方花有要学 你调酸之后的绿螺它长得更好 长得更快 那怎么调酸呢 很简单 我们在家里准备一些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硫酸亚铁它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可以让土壤从碱性土转变成为酸性土 那具体它怎么使用呢 很简单 我们把它兑水稀释1000倍 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兑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每隔一个月你给你的绿螺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把它的土壤转变成为酸性土了 一年12次 一个月一次 你坚持用 这样你一年到头怎么用自来水浇都没有关系 它的土壤永远是弱酸性 这符合绿螺的生长习性 它会长得更好 懂吧 尤其是北方花油你一定要用硫酸亚铁 接好了 好 说完了土壤的要求 再来讲一下它换盆的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绿螺要不要换盆呢 答案是需要的 因为根系长满之后 你换一个花盆 可以给它更广阔的根系生长空间 更长得好 它自然会长得更快更大 那换盆有什么技巧 以下几个大家听好 第一个 我的绿螺一般要养到一年以上才考虑换盆 因为一年以上的花盆基本上长满了才能换 没长满都不需要换 第二个技巧 换盆之前你一定要观察一下你的绿螺 用什么样的土壤栽种的 那么我换盆的时候 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 这样的更便于它浮盆 你不能说原来用营养土种的 你突然换个田园土 两种土质不接近 它很容易死苗的 第三个技巧 就是我给绿螺换盆的时候 你不能说原来是一个小花盆 突然换一个大花缸 是不可以的 因为花盆太大 土壤就太多 会进入到大盆养小花的户区当中 因为土壤太多 很容易闷着根 积水浪根 所以我们给绿螺换盆 你只能比原来的盆 稍微大一号 就大一点就足够了 千万不要贪大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绿螺 对透气性的要求 绿螺它是一个天南星科的植物 天南星科 它天生的习性 就是抗逆性特别强 所以绿螺的抗逆性也是非常强的 因此它对透气性要求并不高 你在家里养到封闭的环境里 没有多大的问题 知道吧 所以这一点对于家庭养花来说 是非常友好的特性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绿螺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绿螺要不要施肥呢 我告诉大家 一定要施肥 很多花有养它 从来不施肥 是错的 因为花盆当中土壤的养分 只能够供给植物2到3个月的生长 三个月之后养分就消耗殆尽了 那绿螺后期就是看天长 会长得很差的 长得很慢 所以我们一定要施肥 那怎么给它施肥呢 我教大家呢 一个双际施肥法 这非常适合绿螺 双际呢 是指的它的生长季节和非生长季节 生长季节就是指的 它长根长枝长叶萌芽 这都叫生长季 那只要在绿螺的生长季节 我们用什么肥料呢 我们可以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 叫做三元复合肥 为什么用它呢 因为它富含氮磷钾 这三种元素 所以叫三元 这三种元素 能够全方位的促进植物生长 让它呢 长得更快 明白吗 这是三元复合肥的使用 第二种肥料呢 你可以在生长季节用什么呢 用它 HB101 HB101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著名的植物活力素 它是纯天然提取的 可以大量的促进植物 增强活力 让它生根更快 萌芽更迅速 让它长出更多的分支 所以呢 HB101也可以用 这两种肥料 我们可以混合的 一起来使用 具体怎么用 我来教一下大家 那我们在绿螺的生长季节呢 我们准备一个小勺子 小勺子 然后呢 每隔20天到30天 我们就咬一小勺的三元复合肥 像这样 咬完之后呢 就撒到它的花盆里去 就可以了 20天到30天撒一次就足够了 非常的简单 可以理解 撒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HB01 同时使用 每个20天 你用它的时候 就接着用HB01 然后我们准备500毫升清水 打开HB01 它的用量极少 只用滴入2滴 1滴 2滴 2滴就够了 500毫升清水 接着我们给它呢 搅拌一下 让它溶解 搅拌均匀之后呢 给绿螺 趁着它要浇水的时候 灌到它的土壤里去 你浇水的时候 就故意往有三元复合肥的位置浇 这样你每次浇水 它的肥料都会被溶解 然后被植物吸收 明白吧 直接浇下去 这样的话呢 20天30天一次就足够了 这样它就会生长的速度 会大大的加快了 而且呢 也会长出更多的分支 好 这个就是生长季节 那非生长季节 我们怎么施肥呢 就是来到了冬天以后 冬天气温特别低 绿螺呢 可能停滞生长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用 刚才的肥料了 用有机肥 比如说用它 羊粪肥 羊粪肥呢 它就是一种有机肥 用到土壤里 不烧根 不烧苗 而且可以提供大量的营养和有机质 那这种羊粪肥呢 如果你家里没有的话 也可以用牛粪肥 发酵之后的牛粪 鸡粪 蚯蚓 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都能用 用法很简单 每隔一个月 你取适当的这种有机肥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一个月埋一次 这个是它冬天的时候专门来用的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绿螺的过冬技巧 那绿螺啊 它是一种热带植物啊 它具有怕冷的特性 所以您不论是居住在哪里 南方也好 北方也好 世界各地也好 只要你看到温度开始低于10度 那绿螺一定要在室内过冬啊 是不可以啊 丢到外面受冻的 因为低于10度 它就很容易冻伤 长期低于5度 绿螺很容易冻死 所以冬天第一个要求就是 你一定要给它保温 至少在10度以上 第二个要求就是 绿螺呢 还很喜欢空气湿度比较高 比较湿润的空气 惧怕干燥 而冬天往往很干燥 尤其北方花有家里有暖气 一开暖气干燥的不得了 那如果把绿螺养到这种干燥的环境里 它很容易出现黄液干肩和卷边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学会给绿螺进行加湿 怎么加湿呢 你首先可以把它养到加湿器旁 这当然就OK 如果没有加湿器也没关系 你准备一个喷壶 然后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你就给它的叶片喷一下雾水 像这样喷喷雾 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再喷一次 一天至少喷两次 这可以大大增强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干肩和卷边的出现 我们接着来说一下绿螺的修剪技巧 那绿螺在家庭养护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 但是有两个技巧 我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技巧就是呢 我们在家庭养绿螺的时候 如果它的叶片上有黑叶 黑斑黄叶 包括这个枯萎这种现象 把这种问题的叶片一定要及时修剪掉 不要留在它的植物上 因为这些叶片上可能携带病菌 如果你不剪呢 它有可能会继续传染给其他健康的植物 明白吗 那第二个修剪点就是 如果你的绿螺啊 生长的姿态不符合你的观赏要求 你可以修剪 比如说有的这条长得过高 或者过度的偏离偏左偏右 你可以剪掉 这种修剪叫做造型修剪 是根据每个人的审美需求来剪的 不是硬性要求 那最后呢 我再提一个 就是如果你想让你的绿螺啊 可以攀爬生长 那么呢 你可以等它的枝条长长之后 直接用 比如说你用一个 胶 透明胶之类的 把它粘到墙上去 绿螺只要一贴墙 它可以爬着墙长 知道吧 因为绿螺是一种藤本之物 所以如果你想让它长成藤本 你就可以不用剪它 只要长长 你就往墙上去粘 它的 它会在墙上的长出气生根 爬在墙上 所以很多话 有家里的绿螺爬满了整个客厅 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爬满墙的感觉 也可以让绿螺呢 靠着墙去生长 不用修剪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绿螺的繁殖技巧 繁殖绿螺特别简单 我们采用千叉繁殖的方法 意思是说 剪下它的枝条 插到土里 或者插到水里 都能成活 所以绿螺 你想插水里 想插土里 都没问题 但是修剪它的枝条呢 有点讲究 就是我们在选择枝条的时候 你尽可能选择带有气生根的枝条 就是在这个枝条上 它会长出一个白色的根系 裸露在空气里 这种带气生根的枝条 扁插成活率是极高的 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这种枝条 你剪下来 你直接把它的气生根的部分 放在水里 或者直接插到土里 它都是可以成活的 知道吗 那此外 它在扁插之前 如果你家里有快速生根粉 植物生根液 一定要用一下 这可以大大提高它生根率和成活率 好的 那这期关于绿罗的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收看到 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堂课程 再见了